时隔一年 暗影君王程潇雨终于回归了 这一次 暗影君王将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故事呢 据程潇雨使用了仅剩一次的机会 利用轮回之杯扭转时空重返过去 在一次原裂缝中与各大君王战斗27年 最终阻止了君王们的入侵 从而改变了所有人的秘密 而程潇雨再次回到这个世界已经是两年后了 此时警局里来了三位特殊的不法分子 只见他们神情惊恐 那个影子里的怪物 不是 是影子从地里钻出来之后和我说话 说如果我不在24小时以内自首就会让我后悔来到这个世上 小嘎嘎们几乎用请求的态度求着把自己关进监狱 听了小嘎嘎们讲述 吴振哲的第一感觉就是小嘎嘎们嗑药 正在吴振哲苦恼该怎么写这份报告时 下属让他去趟会议室 调查报告让自己来写 而在会议室的上司却让吴振哲把自首的人放回去 吴振哲不明白究竟是什么意思 上司表示并不是真的放回去 而是放走他们后 看看24小时过后究竟会发生些什么 但吴振哲认为那些家伙绝对是嗑药 因此产生了幻觉 而一旁的警员却告诉他 药物检测的结果一切正常 小嘎嘎们并没有嗑药 而且也没有什么样能让没有任何联系的三个人 都说看到了同样的怪物还决定自首 为了弄清楚原因 所以上司才决定用这个方法找到一些线索 在上司看来根本就不会有什么鬼怪的存在 他们决定把小嘎嘎们带到仓库那种地方 安排几个健壮的警员守在一旁 就这样很快便来到一个荒废的仓库 小嘎嘎得知计划都吓哭了 在他看来自己等下真的会死 但刑警才不会在意他的想法 眼看距离24小时还剩30分钟了 突然周围的空气竟变得有点冷 这一点吴振哲也敏锐地察觉到了 很快变到了24小时 但四周却没有出现任何异常 刑警也开始相信小嘎嘎们可能是集体嗑了同一种药 而小嘎嘎此时神经兮兮兮的 突然他怒吼了一声 出来出来 只见地里竟出现了一团黑影 瞬间就向小嘎嘎们袭去 只听喷的一声 两个小嘎嘎就砸在了墙地上 直接领了盒饭 最后一个小嘎嘎吓得浑身颤抖 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 从他眼中可以依稀看到一团黑影站在他的眼前 只见镜头拉远一看 这些黑影赫然就是暗影君王的影子军团 吴振哲被吓得合不拢嘴 他现在才相信是真的 怪物出现了 而且还有三个这样的怪物 小嘎嘎见此整个人彻底崩溃了 几只黑影快速冲向了小嘎嘎 看着站立在眼前的三个黑影 吴振哲发现这些蚂蚁竟然笑了 先不考虑蚂蚁为什么会笑 自己为什么会觉得蚂蚁的那个表情是高兴的表情呢 吴振哲感觉自己曾经十分熟悉这种环境一般 不知道为什么 事后吴振哲几人被上司狠狠训了一顿 刚刚发生的一切几人都忘了一干二几 但吴振哲隐隐约约觉得肯定是有什么事情 并不打算放弃调查此事 而暗影君王程潇雨再次回到了校园生活 因为消失了两年 程潇雨成了老师们眼中的问题学生 校长给老师看了程潇雨的个人资料 问他能不能处理这个学生 这个老师叫普基数 被学生们称为毒蛇 不论是什么样的问题儿童 经过他的好好教育 就没有不乖乖听话的 很快来到了体育课 朴基数在人群中一眼便找到了程潇雨 准备上去把程潇雨调教一番 他看到程潇雨手上的黑色手套 于是便开口道 喂 你这小子 你以为这里是哪里 还敢戴手套 而程潇雨只是回头看了一眼 朴基数就被这眼神吓住了 紧跟着瞳孔放大 他竟然能看到程潇雨的影子军团 朴基数见状立刻放弃教训程潇雨的打算 此时的他已然是一身冷汗 以为自己出现幻觉了 而程潇雨身后出现了一道椅子 主君 刚才那个 没错 他好像是看到了你们 程潇雨也明白 这是自己对这个世界造成的影响 程潇雨回到教室里看着书 几个小嘎嘎嚣张跋扈地去找茬 你算什么呀 竟然还戴着手套来学校 哼 把手套脱了吧 我也戴戴看吧 这时藏在影子里的贝尔说道 我的王 如果你允许 我立刻就将他们撕成碎片 再也不让他们对你不敬 诞成潇雨可不允许 缓缓地把手套脱了下来 露出恐怖的伤痕 这是龙地安塔雷斯所造成的伤 只有这个无法治愈 小嘎嘎见状脸色瞬间变了 你这小子 我们只是开玩笑 赶紧戴上手套 我怕做噩梦 真恶心 但是对吴王如此不敬 贝尔可忍不了 于是便悄悄来到小嘎嘎们的脚下 小嘎嘎们一个重心不稳摔了个狗吃屎 贝尔重新回到成潇雨身边 因为只是捉弄一下而已 成潇雨并没有责怪贝尔 而在学校里 成潇雨有个特别想去的地方 那就是加入田径队 看着成潇雨瘦弱的身躯 田径队队长一番询问 得知成潇雨不是特长生 也没有跑步的经验 而这里的人都是由特长生组成的 成潇雨只是告诉他们 因为我想在比赛上见到一个人 因为成潇雨很肯定 那个女孩现在虽然还在上初中 但以她的实力 绝对会参加地区的比赛 在成为上级猎人放弃梦想之前 她是一名优秀的田径运动人 如果是初高中部选手们聚集的大赛 应该能自然的见面吧 田径队队长表示想要加入可以 不过有条件 能看到那边那个朋友吗 他是我们田径队 跑得最差的二年级后补选手 你比他跑得快 才能有资格加入田径队 成潇雨一眼就发现是个谎言 那个人看起来是很瘦 但是结实的大腿和小腿 明显很厉害 但成潇雨也不识破 只好说试试看 自从看到成潇雨的影子军团后 朴基树到现在才好点 准备去抽根烟的她 却看到成潇雨和田径队的人 在运动场上跑圈 看着看着 脸上的表情凝固 一股恐惧笼罩心头 直接把她吓得合不拢 只见运动场上的成潇雨 身后有无数只影子 朴基树不敢相信看到的一切 认为都是幻觉 绝不可能有这些东西的存在 就在这时 一道黑影站在窗户外 对着朴基树怒吼了一声 把朴基树下的尖叫了一声 双眼一番 直接口吐白沫晕了过去 不是说 不要这么做吗 耶格里特 看来那个人真的能看见我们啊 此时一家火热的餐厅里 那个 吴前辈 你从那天之后 不就在一直调查 那个自首者事件吗 你肯定是看到了什么吧 说到这个 当天那个恐怖的场景 还粒粒在目 只听吴振哲 神色凝重地说道 蚂蚁 怪物蚂蚁 我也不清楚 那是具体看到的是什么 但在我看来应该是蚂蚁 吴振哲也不知该怎么形容 这时刚好路过了一道身影 听到了谈话内容 于是停下了脚步 那 那个怪物蚂蚁 是不是脑袋是蚂蚁 然后身体是人类的那种怪物 此人正是瓢基树 看样子是喝了不少 啊 我在胡说什么 不好意思 我有点喝多了 打扰你们了 吴振哲连忙站起身叫住了他 那个蚂蚁的事情 你能再仔细说说吗 很快时间来到了第二天 此时田径队正在运动场上跑圈 嘴里还一边喊着 我们的目标是称霸全国 地旁的队员有点不解 我们的目标不是地区大会的冠军吗 田径队队长表示 目标怎么可以这么小呢 现在我们的目标是称霸全国 而让田径队队长产生这个想法的正是陈霄宇 此时只见一名队员快乐的虚脱了 陈霄宇见此微微抬手 一股白色的能量从手中散发出来 把这名队员全身包裹了起来 这名队员顿时感觉身体变得好热 不知道为什么 一下子跟打了鸡血一样 瞬间超越了所有人 而在教学楼里 虎脊树正默默注视着一切 逐渐眼神变得凝重了起来 在楼下的陈霄宇也发现了 正注视自己的瓢脊树 一道黑影在陈霄宇身旁浮现 君王消除那个人的记忆 然后将他的能力夺过来怎么样 陈霄宇表示还要再观察一会 画面一转 吴震哲出现在学校门口 他心中在不停地想着 看到了怪兽的自守者 以及只有那个老师 才能够看到的怪物 两件事情之间 似乎有着某种微妙的联系 这是一个刑警 无法用语言来描述的直觉 但问题是 应该如何询问那个学生吗 想到那个尴尬的场景 吴震哲觉得还是等下一次吧 现在还不是时候 这时在他的身后出现一道黑影 一下子就从吴震哲身旁经过 但这个小小的动静 被吴震哲发现了 仔细往远处的大树一看 黑影居然盘旋在树上 吴震哲眼孔放大 现在他很确定 这个学校真的有什么东西 此时程骁雨回到了教室 而外面的一举一动他都知道 不一会儿 吴震哲便找上了程骁雨 程骁雨心想 不愧是前猎人协会会长吴震哲 虽然没有任何记忆 但是眼光还是那么尖锐 见有刑警找上程骁雨 同学们议论纷纷 哦 刑警找程骁雨了 看来是出了什么问题 程骁雨跟着吴震哲来到了楼道拐角处 见到了吴震哲 算上在次元缝隙中的时间 已经有数十年没见了 虽然程骁雨不是很想显露出来 却依旧难以压制住高兴的表情 相反 吴震哲见到程骁雨 就发现跟别的学生不同 一个学生怎么会拥有这样的眼神呢 只见吴震哲在口袋里翻掌 然后拿出一幅画说道 看到这幅画 你有什么想法吗 程骁雨仔细看着那幅画回答了两个字 是的 听到这个答案 吴震哲很是激动 你真的知道 这个怪物蚂蚁究竟是什么 然后你究竟是什么人 吴震哲意识到有点失态了 抱歉 是我太过兴奋了 因为这个问题困扰了我很久 程骁雨没有在意 举着那幅画回答道 这个不就是朋友们经常看的特效电影里出现的怪兽吗 像假面骑士之类的 吴震哲顿时尴尬 把那幅画收了回来就要离开 程骁雨再次开口 那个怪兽的话 可以送给我一张留作纪念吗 一旁的贝尔表示 王啊 千万不要看上那些潦草草的涂鸦呀 吴震哲没有拒绝 撕下了一张地给了程骁雨 看着吴震哲离开的背影 耶格丽特胆道不解 君王 为什么不告诉他事实 曾经也是人类的比任何人都要清楚 程骁雨缓缓道 都说忘却是神明赋予人类的祝福 尽管这是人为的通过神之器具促成的结果 听了程骁雨的话 耶格丽特也明白了程骁雨的意思 回到了班上 女同学们就围了过来 骁雨 刑警为什么会过来啊 这个呀 是一个认识的叔叔 他刚好有些私事问我 哇 好帅啊 跟刑警叔叔关系好吗 应该很好吧 听男生们说你的身体很好啊 骁雨 你平常做什么运动啊 哇 你的肩膀好宽啊 突如其来的热情 程骁雨有点招架不住 这时小嘎嘎又来找茬了 一把推开围绕着程骁雨的女同学们 喂 你挺厉害的呀 警察都来了 我这样开玩笑也算暴力吗 这样也会告诉警察吗 小嘎嘎用手指戳着程骁雨的额头 看什么看 你打我试试啊 这我好说话的时候赶紧给老子换一个表情 突然小嘎嘎被人勒住了脖子 这人正是田静队队长 优贺 你们俩找我们可爱的王牌有什么事情吗 程骁雨见词准备站起身 前辈怎么过来了 田静队队长嘻嘻哈哈的 我忘记告诉你今天有新生欢迎会了 你今天没有安排的话就放学再见吧 说完就勒着小嘎嘎走 程骁雨再次说道 前辈 你们要把夜下那些家伙带到哪里 哈 他们吗 是啊 要怎么办呢 要不让他们绕着运动场跑圈吧 说罢便勒着小嘎嘎跑了出去 时间来到了放学时间 现在程骁雨已经和田静队混得火热了 突然身后有人叫住了自己 原来叫住程骁雨的人是吴振哲 程骁雨先生 能不能把刚才说的话说完 随后两人来到了不远处 程骁雨表示事关朋友的等待 不能待太久 还没等程骁雨说完 一句程骁雨猎人让程骁雨愣什么 只见吴振哲继续说道 不愧是 原来是猎人啊 原来就在他上次告别了程骁雨之时 吴振哲似乎听见有人喊他协会会长 他感到有点奇怪 回过看向身后却没有人 这时声音再次在脑海里传来 还有各种记忆片段 那些既熟悉又陌生的场景 吴振哲不明白这到底是什么 但在记忆当中有提到程骁雨的名字 而这个名字就是吴振哲刚认识的学生 随着与程骁雨过去的记忆也开始浮现 那是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的记忆 通过程骁雨视角看到被遗忘的世界的自己的样子 还有盖特 魔兽 亨特 统治者和君王的各种故事 吴振哲世界观崩塌了 原来过去发生了这种事情 而且自己曾经也是猎人 知晓一切的吴振哲也知道了程骁雨曾独自战斗 看到记起一切的吴振哲 程骁雨只是难难道 尚未存在的记忆随着时间的流逝不受勾述吗 就这样 两人边走边聊 吴振哲率先开口 那么 你在次元的缝隙里和他们战斗了多久 虽然吴振哲知道在记录上 程骁雨消失的时间是两年 但这件事情绝对不是两年时间内能解决的 程骁雨没有隐瞒 27年 吴振哲愣了一下 虽然他知道不止两年 但没想到会长达27年之久 但程骁雨一点也不厚 即使再给他一次机会 他也会做出同样的选择 而且他现在过得还不错 证明他的选择是对的 就是除了身体不会变老 还要随着年龄的增长 而一直要改变身体有点麻烦 因为现在的程骁雨属于不老不死 他已经获得了神一般的力量 只是拥有这种力量像普通人一样生活而已 吴振哲见程骁雨目前没有想做的事情 于是邀请程骁雨来当警察 程骁雨表示 如果我当警察的话 其他警察就没事做了 吴振哲没有放弃让程骁雨当警察的想法 程骁雨只好说自己再好好想想一次搪塞过去 就这样两人这一次的重逢结束了 时间很快就过去了 直到4月下旬的某天 一名横穿沙漠的旅行者拨打了报警电话 这里是紧急报警中心 你遇险了吗 旅行者神情慌张 不知道该怎么说 不 不是那样的 我这里出了一点问题 我打电话是想把我看到的报告给你 我不知道该怎么说 老实说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解释 就是好像有什么东西正在破碎 掉下来了很多碎片 通信原物以为是沙漠里有倒塌的建筑物 旅行者不敢相信地看着天空解释道 不 不是的 是天空 天正在塌下来 只见镜头拉远一看 整个天空出现了裂缝 此时程骁雨正在家里做作业 他感受到了一股力量正在入侵地球 因此程骁雨找上了支配者在地球的使者 好久不见 影子君主 程骁雨却是质问道 统治者是你们干的吗 使者顿事慌了 连忙解释 不是我们 你应该也知道我们的移动方法不是也不一样吗 那现在还在路上的那些人 你知道他们是什么人吗 使者继续解释道 那些是曾经踏入我们世界的一帮人 被天上的军队被赶出来后 他们转向了这里 他们是以有生命的星星 岩石为石的巨人部落 在他们的世界被称为巨神祖 来地球的原因很明显 程骁雨有点不解 在使用轮回之杯之前不是没有过这种事吗 使者耐心地给程骁雨讲解缘由 是的 的确如此 其实不久前 我说过的时间也是指 现在已经消失的时间会发生改变 就像原本要攻击我们世界的敌人 现在转向了地球 听了解释 程骁雨知道是自己的原因所导致的 使者表示统治者已经派出了天上的军队了 程骁雨觉得没必要 那样太晚了 现在连接这里的大门 就算是强行突破至少要几年 等到天上的军队来了 估计一切都结束了 决定还是自己亲自来吧 此时位于M国西部沙漠地带 封锁附近地区的M国政府找到各种专家 并把他们都叫来了 但是都没有得到有效的答案 就在这时 天空之上的裂缝开始激烈震动 就连坦克都被吸上了天空 而程骁雨已然出现在这里 程骁雨能明显地感受到 想要把这颗星球吞下的敌人强烈的欲望 从他们的呼吸声中可以感受到 这时几把巨刃凭空出现了 这赫然就是程骁雨的武器龙牙之刃 程骁雨缓缓地伸出手 龙牙之刃滋滋作响 来吧 从现在开始你要对付的是一名君王 同时也是一名猎人 此时天空开始崩裂 坦克 装甲车 这些人类引以为豪的武器 全部失去了作用 被一股无形的力量吸上天空 突然却又被另一个力量阻止上升 深陷其中的南国士兵神色恐慌 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 而救下这些人的正是程骁雨 镜头拉远一看 此时天空不断地崩坏 被称为巨人族的入侵者出现了 程骁雨已经在此攻后多时了 见此处只有程骁雨一人 巨人族语气冷冰冰地开口 就你一个人要拦住我们吗 程骁雨则是用玩弄语气回答 我看起来是一个人吗 下一秒 程骁雨的影子开始向外蔓延 瞬间影子就将整个大地笼罩 藏在影子里的士兵开始浮现出来 白熊 红骑士 幽影飞龙 这些强大的部下一一出现了 见此巨人族瞬间闭嘴 眼神变得凝重 而程骁雨将下达归来的第一次命令 行动吧 此时安国的宫殿里 安国总统正在思索 要不要将这个史无前例事件隐瞒 对国民之字不提的处理掉 为此安国总统召开了紧急会议 会议上给国家要员们看一段现场拍摄的视频 看到视频里的片段 让他们脸上充满了不可置信 那个到底是什么 站在那边的少年是谁 是东方人吗 然后士兵之后又去哪里了 普通人怎么站在他们中间 各种各样的疑问实在太多了 只见视频当中的影子 士兵咧嘴一笑 下一秒从空中喷出火焰 火焰瞬间就直射出去 镜头拉远一看 火焰所过之处的巨人族一一被歼灭 程潇雨则全身弥漫着恐怖的魔力 以极快的速度一动 紧紧瞬息就把一名巨人族的头颅斩落 在程潇雨的强大实力之下 很多的巨人族被纷纷斩首 面对暗影君王的影子军团 巨人族一个一个被消灭 其中的巨人族首领还是有点实力的 遭受影子猛烈的攻击 竟然没有破开的防御 让他拥有了叫嚣的资本 哼 就这点本事吗 可当他说完 他就瞳孔放大 只见程潇雨在空中聚集出恐怖的魔力漩涡 汇集到手上的魔力滋滋作响 最后形成了一个巨大魔爪滋滋作响 下一秒 程潇雨挥动魔爪拍了出去 把巨人族首领死死按在地上 巨大的动静掀起了滚滚浓烟 隐隐约约能够看到一道身影 只听在浓烟当中的巨人族首领开口道 这些边疆小行星上竟也有用得上的人才 但在我们巨人族面前还是不值一提 怎么样 归顺于我 我就原谅你之前的无礼 可他的话还没说完 他的脑袋就被伯利昂砍了下来 随后伯利昂说道 君王 你是在跟那个家伙谈话吗 程潇雨表示 不 比起他 其他的家伙看起也是相当傲慢 你就特别注意一下吧 那就交给我吧 君王 伯利昂瞬间冲进战场收割起了人头 看了整个战争的开始到结束 南国的会议室里陷入一片死寂当中 电影里才能看到怪物变成了现实 而其中的主角他们却没有办法确认身份 这让南国总统很是焦急 其中一个人说道 从现实上是不可能确认他的身份 但我们可以用非现实的方法找找看 南国总统瞬间明白了意思 答案就是诺马斯尔内夫人的预言 而另一边 结束战斗的程潇雨 正在参加全国学生田径资格赛 可到底是因为什么事情 能够让暗影君王露出这种神情呢 只见赛场上一名男子正在热身 曾经最强肉盾的艾恩 竟是这场比赛的竞争对手 双方的队长见面就各自嘲讽了起来 看来你们也不太信了呀 竟然一个一年级的来参加比赛 无上人受伤之后 竟然将王牌的位置 交给了一个一年级的学生 崔泰雄露出满眼嚣张的表情 我们这个一年级的实力 会让你们闭上嘴 哎呦 破记录的能力没见长 这说大话的能力倒是厉害了许多嘛 怪物新人我们也有啊 而他口中的怪物新人的艾恩 此时却不太对劲 此刻他有一种冲动 一种压倒性的冲动 他也不知道为什么 当他看到程潇雨那一刻 竟会不自觉的想要跪下 明明是初次见面 难道是自己害怕这个同级生了吗 这让他觉得很搞笑 这强烈的反应把队友都吓了一跳 艾恩不太友好的来到程潇雨跟前 喂 我有些话对你说哦 跟我过来 见状程潇雨身后的一众队友不嫌是大 还没比赛就打架了吗 潇雨啊 杀人是不行的 你难道想在比赛的日子见血吗 你忍一忍吧 就当是救人一命胜过七级复途吧 程潇雨感到特别无语 但还是让前辈们不用担心 很快就来到了一处无人的角落 艾恩就启程潇雨的衣领 喂 你不会觉得我和你同样穿着运动服 同样站在了运动场上 你就小瞧了我吧 程潇雨还没回应 贝尔几个先打起了招呼 尽管艾恩看不见 很高兴见到你 艾恩回来了 欢迎你 艾恩 主君 如果把他交给我伯利昂教育 就绝对不会再发生这种事情 突然 艾恩不知道为什么 眼泪尽不受控制地往下流 扑通一声 艾恩跪在地上 此时艾恩全身颤抖 准确地说是高兴地颤抖 虽然他也不知道为什么 程潇雨见此并不想过多理会 毕竟艾恩已经不是影子士兵了 而是人类金哲 和自己的缘分也没必要延长了 突然艾恩叫住了想要离开的程潇雨 只见他脸红 通通地说道 难道这 这就是爱情吗 程潇雨一脸黑线 还以为他要说什么呢 无奈之下 程潇雨只能将艾恩的记忆进行修改 内容如下 你是过来向我挑衅的 然后偶然知道了 我是你父亲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的儿子 然后就解除了误会 还有 往后你也善良一点吧 程潇雨打了个响指 艾恩就昏了过去 随后程潇雨喃喃自语地离开 毕竟你曾经也是拯救过世界的一员 有点自豪感 片刻后 艾恩才清醒了过来 四处张望 可程潇雨早就已经离开了 很快田径队的比赛也开始了 而在艾恩国的一栋别墅里 为了确认程潇雨的身份 身为艾恩国情报局局长的大卫 特意来拜访诺马赛诺夫人 你好呀 快进来坐 屋子里弥漫着食物的香味 大卫跟在赛诺夫人身后 很不好意思地说道 夫人 真是给你添麻烦了 我会尽快将要是说清之后离开的 赛诺夫人知道大卫的来意 她告诉大卫 自从那个人来找她之后 她就什么都看不见了 大卫愣了一下 又是那个死神的故事吗 赛诺夫人满眼微笑 一边倒茶 一边说道 大卫 从现在开始 我会给你想要的答案 第一个问题答案是 第二个答案是 你是想问为什么已经失去了 预知未来的能力 可我却还能够知道你的问题吗 其实你想从我这里得到的答案 是发生在过去的事情 我只是看了过去的片段 然后把答案拼凑在一起 那么 现在我就给你想要的答案 没错 我知道你想知道的那个人是谁 但是我什么都不能告诉你 听到此话 大卫顿时焦急了 夫人 你应该也知道那个男人做的事情啊 对于会成为国家危险的人物 没那种对策的话 赛诺夫人打断大卫继续说下去的话语 正是因为知道所以才不能说 那天那个视频你不是也看了吗 大卫当然看了 当时视频的男人十分可怕 以人类身份站在一群怪物面前 却丝毫没有退缩 但视频里的男人确实拯救了人类 而赛诺夫人接下来的话 让他更震惊了 如果说这种事情并不是第一次发生 那你应该就能相信了吧 这话让大卫拿杯子的手都有点颤抖 他没想到这种事情在过去也发生过 还是他们不知情的情况下 人类竟然好几次都处在灭亡的危机之下 然而却是那个男人阻止了危机 片刻后 大卫打算离开 他选择相信赛诺夫人说的话 但最后他还是说到 视频里出现的男人 你能保证他不是危险人物吗 赛诺夫人的答案是我保证 得到赛诺夫人肯定的回应 大卫才安心的离开 下次再见 夫人 这是一道熟悉的身影出现了 真是个不讨喜的老头 这人就是曾经的S级猎人托马斯 奶奶 我可以问一件事情吗 除了我之外 应该还有很多死于事故的人吧 尤其是死于交通事故的 人数尤为惊人 多亏了奶奶的预言 我才能不出事故的活下去 那时 奶奶你为什么要救我 赛诺夫人淡淡的回答 因为你前一世啊 做了很多善事 托马斯有点不相信 自己这个问题而同 甚至被称为恶魔 怎么可能做善事 但他很快就转换了话题 所以 影像里的那个男的到底做了什么 那个老头才会找过来啊 赛诺夫人的答案五个字 拯救了世界 托马斯有点无语 有时他是真的不知道 这个老奶奶是认真的 还是在开玩笑 不过正因为这样 才让他觉得有趣 那么那个拯救了世界的勇士 他现在在哪里做些什么呢 此时田径队比赛即将开始 跑道上的运动员 做好了育跑动作 这个拥有一米八大长腿的 就是女神车会议 随着一声枪响 运动员们纷纷冲了出去 这就是青春啊 所有人挥洒着汗水 只为完成梦想 这也是车会议最初的梦想 他越过了一个个竞争对手 名次来到前三名 而终点也出现在了眼前 所有人开始了最后的冲刺 最后结果 车会议率先抵达 获得了田径预选赛的小组冠军 休息期间 车会议来到一棵树下 他脱了鞋 揭开了袜子 他脚在刚刚预选赛受伤了 这让车会议不知该如何是好 虽然通过了第一轮预选赛 但这样的腿能跑完剩下的比赛吗 无可奈何之下 最终车会议决定拼了 这是一道身影出现了 你要隐瞒受伤的事情 直接跑了 闻言车会议回头看了过来 这一刻时间仿佛定格了 实在太唯美 夕阳之下 青春期的男孩 终于见到心心念念的女孩 看着眼前的大男孩 车会议只是有点奇怪 是高中的田径运动员吗 只听成笑语继续说道 如果无视伤病跑的话 接下来一年只能靠康复治疗度过 那你会成为糟糕的选手 一辈子都会后悔当时的选择吧 这是我认识的人的故事 突然微风轻轻拂过车会议的脸庞 是的 即使不再是猎人 成笑语身上的味道 还是依旧的好闻 谢谢你的关心 但是我 腿上的疼痛打断了车会议的话 成笑语伸手打算将其治疗 见状车会议的脸庞差时通火 可下一秒她感觉腿上痒痒的 很温暖 只见一股魔力在成笑语散发 车会议的脚伤眨眼睛就恢复了 成笑语温柔的说道 不是只有一次机会吗 那就不留遗憾的奔跑吧 处理完这些 成笑语就想离开 可车会议却叫住了她 请稍等一下 那个 我们 是不是在哪里见过 听见这话 成笑语笑 然后回答道 跑步 跟我一起跑赢一次就回答你 车会议站起身 哥哥是高中部的吧 我看见哥哥 预选赛全部比赛都是第一名 是吗 那这次就当我弃拳吧 接下来的日子里 成笑语继续过着平凡的高中生活 偶尔在运动场跑跑圈 或者去网吧打游戏 唯一不同的是 经过上次的邂逅 每当成笑语放学 车会议就会早早的在校门口等待 但即便是王 也摆脱不了高考的命运 时间很快 高考便结束 夜晚的大街上热闹非凡 成笑语走在大街上 穿的依旧是那么朴素 突然一家商店里的衣服 让他眼前一亮 堂堂暗影君王竟打起歪主意 命令影子士兵行盗窃之事 没想到的是 这件衣服格外的合适 你最棒的君王 成笑语双手插兜 挺拔站立在大街当中 心里默念着321 然后回过头 你来了 车会议本想吓唬一下成笑语 结果成笑语背后就像有眼睛一样 一下就发现了自己 这是属于两人的约会 上个月高考结束了吧 祝贺你 大学要去订好的地方吗 既然成绩这么好 为什么非要去那里 成笑语告诉他 全额奖学金加上留学费用 还有 在那里有一定要见到的人 听见这话 车会议有点吃醋 难道那个人是女人吗 气鼓鼓的样子看起来很可爱 哥哥 还记得那个约定吗 在赛跑中赢了哥哥的话 不管是什么都会回答的约定 车会议指着前方的圣诞树 那我们打赌吧 谁会先到那里 成笑语好奇他想问什么 车会议缓缓地说道 全部 哥哥偶尔会想什么 大学里想见的人是女人还是男人 还有 除了那天的比赛 我们什么时候见过面 听到这个答案 成笑语愣了一下 随即点了点头 好啊 随后车会议取下脖子上的围巾 戴在了成笑语身上 还调皮地说道 哥哥 如果喜欢我 就在这里不要动 成笑语瞬间猛了 看着车会议跑了出去 见此情形 影子士兵吵闹了起来 哎呀 我们的君主输了 君主哪有输过赌局的时候 呜呜 君主 现在快点出发吧 看着车会议的背影 成笑语想起了与车会议的初次相见 以及过往经历的一幕幕 还有两人的初次约会 在星空之下 车会议依偎在自己身上 就在成笑语回忆的时候 车会议已经到达了圣诞树 我赢了吧 成笑语挠了挠俊俏的脸庞 一步步缓慢走向了车会议 并且下达一条命令 影子们 全员闭上眼睛 在同一片星空下 男孩和女孩相吻在了一起 这是你心中最完美的结局吧 想必都好奇影子士兵居住在什么地方吧 现在将带你进入影子的世界 这里名为安息之地 没有白天与黑夜 魔法师正在欣赏影子世界的景色 这时贝尔向他走过来 两人相视一笑 他来完成了呀 贝尔拿出一件黑色夹克 是啊 怎么样 这是和君主不久前穿过的戴帽夹克一模一样的长袍 魔法师拿着夹克爱不释手 这个我该怎么报答君长呢 贝尔也是相当开心 你想学君主的心 我怎么能装作不知道呢 如果你喜欢 那就够了 魔法师兴奋地将夹克穿在身上 我很喜欢 甚至想义无性地让魔法兵都穿上这件衣服 贝尔看着他手中的珠子说道 但是那个珠子 比起随身鞋带 做成拐杖随身鞋带不是更好吗 魔法师觉得这是个好主意 于是将这件事交给小矮人工匠 小矮人也很高兴 因为这样就有机会用上君主赐予的神圣木材了 而安息之地有着接近无限的广阔 接近千万的影子士兵在这生活 所有士兵会互相帮助着生活 这里有各自区域 演习区 魔法训练区等等 影子士兵与君主的精神息息相关 君主的力量越强大 士兵就越像现君主的精神 也就是说 原本只会破坏的士兵 逐渐学到了人性的一面 拥有人类所居的各种感情 用新的东西填满了空荡荡的胸膛 是非常新鲜的体验 他们也会上课睡觉 也会为了变强努力修炼 经常吵吵闹闹 也像人类一样争吵 全部都出现了没有的个性 以各种各样的方式生活在这个世界 虽然只是影子士兵 但他们对君主充满了感谢 感谢君主邀请他们来到 从未想象过的新世界 他们很喜欢 很快魔法师的拐杖做好了 魔法师相当满意 魔法兵还会拍马屁 帅气这个词 比起这个拐杖 更适合将军穿的长袍呢 这时来的几个大块头 这是新来的魔法兵 魔法师见状就要跟他们讲述故事 那么从现在开始 伟大的君主和龙帝在出战中的表现 接下来在剑系中 会慢慢说明 又立下了什么样的功劳 请仔细听 这时一道熟悉的身影出现了 在这里偷什么懒 魔法师很不满 竟然对尽情展现 像君主一样帅气的我这样说话 谁敢 可看见来人是耶格里特 立刻改嘴 我爱你 军长 耶格里特表示 对你的忠心 我也一直心存感激 魔法师见糊弄过去了 便问耶格里特找他有什么事 耶格里特说道 要开始了 把君主侍奉在最近的将军级以上的将士 难道不应该都支持君主吗 文言魔法师朝窗外眺望而去 瞬间就让他兴奋了起来 那是程骁宇这一世的初次见面 君主终于见到车会宜了吗 看见这一幕 所有士兵欢呼了起来 魔法师甚至感动哭了 耶格里特看着画面 慢慢的 他逐渐陷入了回忆当中 那是他第一次见到现君主的地方 是凭借前君主的力量 建成的理想空间内 他当时的任务是 适时进入那里的现君主 因为前君主想知道 程骁宇是不是配当自己的容器 那是前君主对耶格里特最后的命令 那时的耶格里特猜测着与前君主的离别 还有前君主原谅了统治者 后对战争失去了兴趣 耶格里特认为 对微不足道的人类如此关心 肯定有这个理由 而前君主的命令是绝对的 耶格里特无法挽留前君主的意图 只好答应遵命 这是耶格里特所能做的全部 就这样他原本的力量大部分都被封印了 既然要考验程骁宇当时有没有王的资格 耶格里特就独自站在空间里 感受到门外的动静 他坐上王座安静等待着 是的 很安静地等待 十分钟后 耶格里特就装不下去了 这个好像有点傲慢了 是不是看起来有点不敬啊 但又开始慌张了 从现在开始 考验的人身上蕴含着君主的意识 在君主面前坐上王座 有点 突然大门被推开了 柱子上的火炬诡异地点燃了 耶格里特躲在暗处观察着君主所选之人 他无法忽视这场战斗 于是缓慢地走了出来 想着如果觉得不够 就让程骁宇死在自己手里 就这样 耶格里特开始与程骁宇的对决 结果令耶格里特失望 没有压倒他生前的力量的能力 在他眼里 程骁宇只是急于躲避他的剑 最后程骁宇还打算赤手空拳把他打倒 耶格里特觉得作为一个人类 勇气可嘉 还有一个意志坚强的眼神让他很满意 但是否具备相应的实力呢 就算现在还不是君主的体货 耶格里特也愿意给程骁宇高抬贵手 结果让他很失望 岂有此等懦弱之人配当君主之气 看着程骁宇贪坐在王座上 耶格里特心中想着 放弃吧 无力的人 那个位置不合适你 然后顺身来到王座前 从现在开始 为了光荣的死亡将执行斩首 耶格里特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他对君主的失败感到欣慰 就要一气呵成给程骁宇的痛快 结果程骁宇却挡住了剑 耶格里特只能感到惊讶 在那种情况下 直到最后也没有放弃生命 就这样 耶格里特输了 不明白为什么输给了比自己还弱的人类 但看到程骁宇的眼神 他明白了 虽然只有一点点 却跟君主很像 耶格里特不知道该不该高兴君主的选择是正确的 自己就这样失败了 之后的日子里 耶格里特感受到程骁宇疼爱自己 在程骁宇身上感受到的好意 表示感谢的事情也时有发生 对耶格里特来说 程骁宇是主人朋友和同事 和程骁宇一起克服了很多困难 对程骁宇的忠诚越深 明知道对前君主的思念会变淡 可他还是逐渐接纳了新的君主 此后 在层层缝隙中等待召唤的援助影子军团的加入 使程骁宇的势力更加强大 老战友伯里昂终于加入 很快 他们的决心就用在与君主们战争中了 程骁宇越来越善于打仗 他们也越来越强大 把时间赚到轮回至悲之后 战争仍在继续 就这样约30年 他们摧毁了所有的敌人 只剩下毁灭的军团 是的 与新君主的时光太光荣了 他们把前君主望得一干二净 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叶格里特只知道他是骑士君主之剑 率领暗影军团两翼之一 以优异的成绩从骑士学校毕业的 他必须辅佐君主的学习 君主踏上了学习的新战场 那便是叶格里特的战场 这是你绝对想不到的 程骁宇的父亲竟还保存着上一世的记忆 在上一世他独自消灭了地下城的Boss后 本应该在一个小时之内逃出传送口 但是他失败了 因此被困在了次元裂缝中 之后支配者们找到了他 将力量托付给了他 让他去阻止君王们的入侵 而最灿烂的光辉碎片 也在这时向他下达了新的指示 保护暗影君王 可没想到暗影君王就是儿子程骁宇 于是他在关键时刻 付出生命的代价帮助了儿子 自己狼狈的样子被儿子看见了 可他当时心里对程骁宇充满了愧疚 以及 我好想你 我一直很想你们 还有 你长大了 我还想跟你说好多话 还想跟你待得更久一点 我不是一个好的父亲 对不起 上一世充满了遗憾与愧疚 而因为轮回之悲的原因 一切都改变了 刚从次元裂缝中回到家的程骁宇 轻声喊了一句父亲 承霸表情自然 父亲 不是爸爸 怎么突然这么叫我了 程骁宇眼泪划过脸颊 我好像做了一个噩梦 承霸表情依旧自然 承霸找上了支配者在这个世界的使者 问他程骁宇做了什么样的决定 使者告诉他 程骁宇决定留在这里 因为这里的每一分 每一秒对程骁宇都无比的珍贵 随后使者反问道 你准备继续向暗影君王 不是 是对你的儿子隐瞒下去吗 承霸喝着茶解释 因为那个孩子不希望 其他人回想起那些事情 文言使者也笑了 果然有其父必有其子 我离开之后 支配者们就不会再介入这里了 这样的话 就真的结束了呀 在这个世界 真的很快乐 而且也十分紧张 毕竟想不到暗影君王 究竟会给出什么样的答案 支配者们十分感激暗影君王 当然还有你 我们有没有什么 可以帮到你的地方呢 承霸酝酿了一下开口道 能够清楚我过去的记忆吗 使者回答当然可以 但却好奇为什么要那样做 承霸告诉他 在一个聪明的儿子面前 想要掩饰下去 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而且 自己也想成为一个 只担心儿子的普普通通的父亲 因为对他来说 程骁宇不是什么暗影君王 只是他的宝贝儿子 文言一股魔力在使者手中凝聚 我知道了 走出这间咖啡厅后 消失时空里的事情 就会完全消失在你的脑海 虽然你可能会忘记 但是也希望你平安顺遂 而回到正常的时间线 学生们正在举办着 一年一度的新生欢迎会 虽然新生欢迎会还是第一次 可江振浩却紧张得连食欲都没有 也不知道为什么 只是这家冷冻五花肉专卖店 却奇妙的不陌生 这时旁边的学长打句道 振浩 把脸放自然点 不然别人看了还以为 我们要吃了你呢 江振浩连忙解释不是的 学长突然认真的说道 对我随便一点 但为了以防万一 在其他前辈面前要小心 我们系有一位可怕的前辈 你应该不认识他 他不是那种会恐吓后辈的人 但他是那种超级有魅力的人 光是站在旁边就会让你害怕 经过想象 江振浩认为这人和自己父亲很像 对了 你应该知道那个著名的赛跑运动员 田径借到偶像车会一把 他就是那个前辈的女朋友 这是一道熟悉的身影出现 天啊 你看 就是现在要过来的那个人 可为什么没人和我们一起坐呀 也许我应该到那张桌子那边去 突然那道熟悉的身影 坐在他们这张桌子 这把两人吓得毛补悚然 不知道这人为什么坐在这里 只见那个人给江振浩倒了一杯酒 来 喝一杯 江振浩糊里糊涂就喝了 心想着 他真是个可怕的学长 我对自己的酒量没有信心啊 可下一秒他就愣住了 因为这只是苹果醋 程潇雨说道 你连酒都喝不好 我为什么要让你喝酒 还有 郑浩你为什么叫我前辈 这让我很难过 以后就叫我萧宇吧 见江振浩没有反应 程潇雨又说了一句 什么呀 你不想啊 江振浩赶紧说道 完全没有 萧宇 然后又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会叫得这么自然 还有 他又怎么知道我的名字的 不等他想那么多 程潇雨又举起杯子 干杯吧 暗影君王独自承受的太多了 而这一世一切都是那么美好 有身体健康的母亲 有存活在世的父亲 有最好的朋友刘成浩 还有喜欢的人车会议 朋友家人以及爱人的存在 就是程潇雨想要拥有的世界 这一天程潇雨正在前往医院的路上 一边打着电话一边走 这时迎面走来了一道熟悉的身影 女孩很苦恼 护士专业为什么要使用那么多英语单词 刚好跟程潇雨擦肩而过时 可女孩却突然叫住了程潇雨 那个 你好 我们是不是以前见过面呀 程潇雨停下脚步 没有回头 只是淡淡地回了句没有 而女孩就是当初一同进入双重地下城的治疗师小夕 小夕看着程潇雨的背影愣了许久 最后反应过来脸颊红彤彤的 心里想着 为什么我突然和一个陌生人说话了 他觉得我是在勾引他吗 想到这 小夕匆忙地走开了 而程潇雨来医院的目的就是病床上的老人 也就是高建立会长 只见医生和门口的保镖打了声招呼 然后走进了病房 看见医生进来 高建立便说道 能扶我起来吗 医生闻言也是照做 但他却发现床边有一瓶奇怪的药液 于是就询问是什么东西 高建立缓缓地开口 刚刚有个年轻人来给我的 很神奇 保镖们正在牢牢地守着病房 竟然在谁都不知道的情况下留下了一个瓶子 但是那个青年给我的解释更加令人难以置信 在消失的时代里 我和他一起对抗过怪物 作为当时的回报 他带着礼物来找我了 然后就那样消失了 就像海市蜃楼一样 就像一开始就不在那里的人一样 那个青年说喝了那个 我的病就会好的一干二净 医生说道 会长 难道你相信那句话 高建立脸色难看 喘着粗气 我累了 我就问你一件事 如果我不喝这个还能活多久 文言医生沉默了 如果我喝了这个 或者喝错了什么 在我的墓碑上这么刻吧 高建立会长 他与病魔抗争到最后一口气 没有放弃 现在被埋葬在这里 说完他就将瓶盖拧开 把药水送进口中 药液顺着喉咙流入胃里 就这样 药水喝完了 高建立重新躺下 他想休息一下 医生聚了一躬 好好休息吧 会长 如果出现问题 请立刻呼叫我 高建立躺在床上许久 最后缓缓闭上双眼 原本被乌云遮住的阳光 被微风缓缓地吹开 阳光照射在大楼 穿透窗户 令原本阴暗的病房 因为阳光的到来变得温暖 而高建立原本无力的双手 也开始恢复了力量 阳光照射在脸颊 高建立也睁开了双眼 他看了一眼窗外 似乎太阳还是太耀眼了 可却很温暖 如果龙帝穿越到成潇雨身上 那将会是怎样的开局 龙帝原名叫安塔雷斯 是黑暗中诞生的第一位君王 同时也是最强的君王 君临于龙族之上 象征着恐怖和毁灭 知道他的人都会称呼他为龙帝 有一天 他在次元裂缝中和士兵 一同为侵略地球进行准备 突然睁开眼 发现自己进入了一个人类的身体 而且这副身体看起来弱得要死的样子 从记忆中了解到身体的原主人叫程潇雨 是一名一级猎人 因为能力实在是太微弱了 所以经常会陷入直面死亡的危机 但却依然没有放弃猎人这个职业 原因是母亲的病需要庞大的费用 这时客桌上的手机铃声响起 接通电话 那头就说道 程猎人 你这是怎么了 时间已经到了 你却还没有来 你是又准备迟到了吗 迟到 意思是没有办法准时到达而违背约定时间的行为 也就是说 这个女人正在问自己这个全知全能的龙帝 是否要做出那样无能的行为 龙帝瞬间感到十分愤怒 因为这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于是龙帝集中魔力 为了找到这个放肆的女人现在所在的位置 感知慢慢的扩大 直到笼罩住整个城市 终于找到了电话那头的女人 突然龙帝阴森的出现在女人的身后 我来晚了吗 女人被吓得毛骨悚然 程 程猎人 龙帝不可质疑的说道 是我来晚了吗 女人连忙回答 没 没有 而这里就是梦开始的地方 一个中年男人在跟别人闲聊着 看到龙帝就跟他打了声招呼 小程你来了 吃饭了吗 龙帝很疑惑 那家伙是谁 是我的部下吗 直接把男人手中的那杯抢了过来 样子异常的阴森 哈哈 弱肉强食 对于我们君王来说 这可是常识中的常识 看见龙帝的样子 其他人都觉得今天程骁雨有些奇怪 总觉得有点阴森森的 啊 骁雨 你又受伤了 喊出这句话的人正是小溪 你的脸怎么又受伤了 真是的 怎么回事啊 龙帝觉得这里的人怎么都这么吵吵嚷嚷 这是一个叫老宋的中年男人站出来说道 大家注意 今天也要畅快的大战一场 但是我想作为队长来带领大家 各位觉得可以吗 很多人都表示赞同 因为老宋在这里自立最冷 等级也是最高 而龙帝却沉默不语 他感觉到眼前的传送口相当的可疑 地球上出现的传送口 几乎都是支配者们的把戏 但是 龙帝却从这个传送口里 能够感觉到其他君王的气息 那就很有必要调查一番了 就这样 众人穿过传送口 在地下城里面 龙帝把挡在前面的魔兽统统毁灭 根本不需要别人插手 看到成骁雨的异常 其他人一致认为 是这个地下城的魔兽太弱了 很快就将这里的魔兽消灭殆尽了 正当老宋决定投票 要不要进入双重地下城 龙帝直接把他打晕 还有谁想投票吗 显然不会有了 全场一致通过 在洞穴里 他们走了将近40分钟 最后来到了洞穴的尽头 出现了一扇巨门 至今为止 猎人们还是第一次 见带门的地下城房间 感到十分不安地开始吵吵闹闹 而感官相比较敏锐的龙帝 感受到了从门里面 散发出可怕的气息 其他人还想阻止 可巨门还是被打开了 只见离龙帝比较近的一人 被龙帝一把拽住 然后被龙帝丢进了房间里试探一下 结果什么事都没有发现 随着众人的进入 周围的火把自动燃了起来 这里看起来像个神殿 四周全是石像 他们发现有个石板上 写着看不懂的符文 只有龙帝能看得懂 这时小西拽着龙帝的衣角 满脸惊悚地说道 那 那个石像好像动了 可龙帝却不耐烦 将小西的手甩开 放手 因为他的注意力全在石板上 卡特农神庙的法则 第一 敬仰神 第二 赞美神 第三 证明你的信仰 违反此法者 将永远无法活着走出这个地方 突然石像的眼睛动了 众人警惕地看着这一幕 只见石像眼睛散发光芒 藐视众人 可这眼神直接把龙帝激怒了 你胆敢用这么点力量藐视阵 恐怖的魔力在龙帝身上散发 掀起的滚滚浓烟 让众人感到恐惧 只见一股强大的魔力暴射出去 正是龙帝的毁灭之息 瞬间就将刚刚还藐视一切的石像粉碎 猎人们惊恐万壮看着这一幕 只有龙帝异常兴奋 这才叫力量 但周围的石像纷纷动了 齐刷刷地冲向了龙帝 龙帝就像个疯子 哈哈哈哈 这些放肆的人偶 慢 太慢了 猎人们疯狂逃窜 这种战斗不是他们能够参与的 不到一会 战斗结束 龙帝站在石山上 就这样结束了吗 说实话 这种程度连热身都算不上 见此情形 设计者坐不住了 你到底是谁 好不容易准备的 却被你弄得一团糟 龙帝抓起一旁的长枪投掷了出去 你吵死了 瞬间就把设计者干掉了 我可不是为了和那种冒牌糊说话才过来的 我想要看到的是他背后的正主 卑鄙的家伙 快点出来吧 文言 影子的气息出现了 出现之人正是暗影君王 毁灭君王 我就知道我们总有一天会这样对上 我要在这里结束我们的这段孽缘 龙帝兴奋的说道 这真是太好了 然后猛的冲杀了上去 来吧 我们的战斗绝不会简单的结束 毁灭君王与暗影君王冲杀在一起的瞬间 程骁云猛然睁开眼 他大口大口喘着粗气 一脸茫然的说道 等一下 这是梦吗 如果暗影君王毕业后的工作是警察 那么破案率将到达百分百 刚应聘进入刑事科的新人将会听到这样一个传说 警察局总部的重案组有一个被称为鬼怪的刑警 不仅是自己负责的案件 就连过去遗留的未解谜题都可以解开 并抓获其犯人的鬼怪 在他面前 不论是多么凶狠的凶犯都会变成温顺的小绵羊 而对附近的刑警来说 鬼怪不仅是一个令人敬佩的对象 它更是一个传说 甚至还有传闻说他为了专心破案 竟然拒绝了晋升的机会 今天程骁云正在处理文件 地旁有人正在报案 刑警先生 小雅绝对不是那种会自杀的人啊 你看这个信息 像是一个准备在三个小时后就自杀的人发的吗 警察还想跟女人解释 可程骁云却走了过来 可以让我看一看吗 警察将档案递给了程骁云 档案里写着 在浴缸里被发现的女性死者 因为手腕上的伤口失血而死 在浴缸里还发现了割腕用的刀具 而且不出所料的是 上面并没有发现死者以外其他人的指纹 这位平常看起来十分开朗的死者 实际上是一位忧郁症患者 从档案上来看并没有奇怪的地方 但是程骁云表示自己会再去进行确认一遍 一旁的警察知道是鬼怪闻到了气味了 时间到了晚上 一栋住宅楼里 影子的气息出现了 来的人正是暗影君王程骁云 而房子的浴缸里还残留着死者的血液 程骁云缓缓地伸出手 再次说出的那三个字 站起来 原本死去的人以影子的方式再次复活 不要害怕 现在你已经脱离了生与死的痛苦 你是自己结束了生命吗 小雅回答是的 但是有原因 听完了原因之后 程骁云找到小雅的养父 养父看起来十分焦急 是调查结果出来了吗 我女儿是怎么死的 程骁云表示结果还没有出来 但是有些问题想问问 你能够和我走一趟吗 男人表现得很乐意 为了女儿死亡的真相 我当然要尽我所能给你们提供帮助 就这样 两人来到了一家咖啡厅 徐骁云小姐平常是一位怎样的学生吗 有没有对你的女儿心怀不满的人 男人回答道 没有的 她绝对不是那种会做出让人厌恶的事情的孩子 说着说着一副很伤心的样子 她明明是个非常善良 非常单纯的孩子 我到现在都不敢相信我女儿就这样去了 虽然小雅并不是我的亲生女儿 所以我才会像亲生女儿一样 不 甚至比亲生女儿还要疼爱她 如果她要是觉得累 觉得苦 她至少和我说一说 程骁云不仅不慢拿出一部手机 我们在你女儿的遗物中找到了一段录音 先听一下吧 听到录音的内容 男人顿时感觉不妙 这就是徐骁云从小时候开始 一直受到眼前养父虐待的证据 她坚信着只要考上了一个比较远的大学 她就可以脱离父亲的虐待 但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 来自养父的我想见你的信息再次缠上了她 因此她最终选择了死亡 男人脸色阴沉 为什么要给我听这个 如果想要逮捕我的话 直接叫几个警察来抓住我就好了 程骁云不紧不慢地说道 你现在有两个选择 一个是认罪之后到局里自首 如果不认罪的话也没关系 付出相应的代价就好了 男人竟然认为程骁云想要的事前 程骁云脸上原本带着笑容 可看到对方不知悔改 笑容瞬间消失 这就足够了 你听好了 其实你现在坐的位置并不是你原本生活的世界 只是我暂时将它变成了和外边的世界一样而已 没有主人的允许 活人是绝对无法踏入的王者的领域 安息的领域 同时也是接下来将要关押你的监狱 男人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可当他仔细看了看周围 如此亮堂的咖啡厅里就只有自己和这个刑警 一种未知的恐惧涌上心头 你是谁 这是梦吧 是梦吧 一顿揍力找洞穿男人的身体 而程骁云则闭目养身 安静地等待着这一切的结束 随后徐小雅出现在程骁云身后 非常感谢你 君王 程骁云缓缓地回过头 你还要什么想说的吗 徐小雅说道 如果不会给你添麻烦的话 能够拜托你一件事情吗 第二天警局里 程骁云把一个礼盒递给报案的女人 这封信上写的名字是你的朋友吧 也徐小雅小姐也希望礼物能够找到她的归属 准确来讲她杀的可能性很小 女人流着眼泪 把礼盒拆开 随后对着程骁云说道 谢谢你 程骁云也能深感同寿 在小雅割腕的前一个小时 如果黑心的养父没有发出那充满恶意的消息 她和闺蜜两个人应该就会 像计划好的一样享受生日宴会了吧 这是我独自升级翻外篇最终章 程骁云和车会以洗劫连理 生下了一个可爱的小孩 而且还会飞 今天刘成浩把程骁云约到烤肉店 说出的话让程骁云感到震惊 刘成浩竟打算和小夕求婚 还请教程骁云这方面的问题 可程骁云也不太熟悉这方面的东西 不过还是说道 让他不用费尽心思准备这么多东西 只要展现原本的自己就好了 随后程骁云回到家里 车会一化身为贤妻两母在家照顾孩子 程骁云把孩子抱了过来 却发现伯利昂与耶格利特起了争执 只听他们说道 你竟然说不能娇嚣主君使剑 你觉得那项话吗 耶格利特 在这个世界成绩才是一切 伯利昂 程骁云一脸黑线 你们两个真的是 不论是剑术还是学习 等孩子学会走路之后再考虑怎么样 结果一旁的车会一却表示 那你也早点回来 知道孩子能走路怎么样 程骁云直接躺枪 时间来到了第二天 吴震哲把程骁云找了过来 我听说你现在还在插手其他刑警的案件 你也适当的不要再引起其他刑警的不满了 成猎人 程骁云表示现在已经不是猎人了 吴震哲却说这样叫比较舒服 几天前 自杀的那位女性的父亲突然失踪了 甚至他住所周围的所有监控录像 都恰巧在同一时刻发生了故障 程骁云一副什么都不知道的样子 天啊 怎么会有这种巧合 吴震哲拿出一张纸片 不论成猎人做什么 我都是相信你的 可其实 我不是因为这件事情叫你的 程骁云拿起纸片奇怪是什么东西 只听吴震哲缓缓地说道 我想你应该想知道高建立协会长 吴震哲突然改嘴 声音变得哽咽 不对 是高建立会长的病情十分严重 画面一转 来到了医院 高建立奸奸一息地躺在病床上 镜头一转 程骁云悄无声息地出现了 似乎感受到了程骁云的到来 高建立缓缓地睁开眼 扭过头看了一眼 随后指了直嘴上的呼吸机 看着高建立的样子 程骁云没有说话 按照高建立的意思将呼吸机拆了 只见高建立虚弱地说道 很高兴 很高兴见到你 又来了 年轻人 真是很久没见到你 我到处找 程骁云再次拿出生命药水 如果会长你希望这个病治愈的话 高建立将他的话打断 我已经活了太久了 在你给我的十年里 我已经将该做事情都做完了 这就足够了 其实 我有一件事想要拜托你 你说过我曾经在一个世界里 和你并肩作战吧 对我来说 那个世界 能给我看看吗 我很想知道 当时的我到底是怎么样的 而你又是怎么样的 程骁云沉默了片刻开口 也许会有一些你不愿意想起的记忆 高建立表示没关系 我只是想找回我失去的记忆 闻言程骁云皱着眉头闭上眼睛 同时抓起高建立的苍白的手臂 一股魔力缓缓地注入 高建立瞳孔放大 记忆片段不断地涌入脑海 首先是与程骁云的初次见面 还有一起并肩作战的一切切 不断地涌现 直到自己战死的那一刻 自己对程骁云说的那句 请你一定要站在人类这边 此时高建立眼泪已经打湿了眼眶 双手紧紧地握住程骁云 能够再像这样和成猎人相见 实在太好了 我真的 真的 和像你这样的年轻英雄一起战斗过 在这温暖的阳光中 高建立就此逝去 即使变成冰冷的尸体 这份光荣在他的记忆中 永远都是温暖的 程骁云擦拭掉高建立眼角的泪水 再见 为很多人现身的你也是英雄 随后程骁云走在回家的路上 接到了车会议的电话 只听到电话那头传来焦急的声音 我们家苏浩在飞呢 现在在家里飞来飞去 程骁云表示 没关系 别担心 我会慢慢叫苏浩飞的 听到电话那头打杂的声音 程骁云说道 老婆 今天我会早点回去的 冬去春来 每件事都有开始和结束 有另一个从尽头开始的开始 而程骁云家里的冬天 好像还很遥远 你知道小孩对蚂蚁 有多大的吸引力吗 特别是比人还大的蚂蚁 曾经所有生命体 都用害怕的眼神看着贝尔 直到他遇到了程骁云 在那以后已经好久不见 不害怕自己的人出现了 不管怎么躲避 小君王始终能找到贝尔的位置 耶格利特的解释是 不可能不喜欢吧 比人还大的蚂蚁会走路 还能飞还会说话 哪的孩子会不喜欢啊 此后贝尔一直陪伴在小君王身边 这一晚上 几名歹徒为了报复成骁云 找来了这里 但诡异的是宽大的房子 居然没有防护系统 歹徒也没有过多在意 就这样翻墙进去了 刚站稳脚跟 贝尔就出现在他们身后 瞬间就把歹徒制服住了 嘘 小君王刚刚睡着了 不能被不速之客打扰 而在安息之地里 影子士兵集体在欢呼 因为纪念君王32岁的 一定会成为有意义的礼物 下一秒 贝尔就反应过来 因为小君王出现在他身后 看着小君王愣了半想 最后把贝尔吓了一大跳 就这样持续了几年后 直到有一天 老师找上了车会议 原因是小君王的一幅画 是名为朋友的一幅画 但画里的却是两条腿站立的蚂蚁 后面还有其他的影子士兵们 最后一幅画表达的是我们的家 就是这个原因老师才找上了车会议 因为老师是第一次看到 用这种方式表达朋友和家人 起初还怀疑被虐待 陈霄宇终于升职了 同僚们纷纷送来祝贺 还问陈霄宇这次为什么没有拒绝升职 陈霄宇的回答是因为没有拒绝的借口 为此陈霄宇今晚打算请客 回到家里后 看了儿子的话 陈霄宇很高兴 没想到儿子有画画的天赋 车会议让他不要笑 先看看最后一张 守护说在房子里有个高大的爸爸 听了车会议的解释 陈霄宇笑得更开心了 那个高大的爸爸指的是安息之地的石像 只听车会议继续说道 孩子们说他们害怕守护 听说守护一靠近他们脸色都变了 也没有欺负过谁 也没有大喊大叫过 文言成笑语思索着 孩子们比长辈更单纯 也许是赶到了君王的力量 孩子们想要躲避守护 可能是因为感受到了死亡的阴影 只是他的力量超越了我 没有成为灾难 原是世界之神为了毁灭一切 因为这是藏在最忠实的陈霓的可怕武器 如果意外继承的暗影君王的力量 在守护的统治下越来越强大 可能会影响正常生活 至少在守护到了能够完全控制自己力量的年龄之前 有必要抑制的力量 成笑语决定在守护能安然无恙的跟其他人相处之前 暂时封印守护的力量和对影子士兵的记忆 这时贝尔出现了 成笑语将画像递给他 来 守护画的你 看着画像 贝尔哭得梨花带雨 君王 我可以向小君王道别吗 看着熟睡中的守护 贝尔更是泪如雨下 小君王啊 我代替所有的影子士兵向你问好 我很荣幸能侍奉小君王 再次见面之前 请大家多保重 就这样 成笑语将儿子的力量和对影子士兵的记忆封印了 随着时间的流逝 守护也逐渐长大 长大后的样子跟成笑语年轻时一模一样 来了来了 长大后的成守护与成笑语如出一辙 继承了暗影君王幽良的基因 而在一时活的高中里 总是存在一些喜欢霸凌别人为乐趣的人 特别是受女生欢迎的成守护 总是用眼神藐视一切 这让红毛更加看不爽 就要上去教训一下成守护 可一旁的赵成浩却阻止了他 这令红毛更为气愤 你想死吗 结果放学后 赵成浩就被做得狼狈不堪 红毛不明白赵成浩竟敢这么包庇成守护 只听赵成浩说道 他是我们中学最厉害的家伙 我们连碰都碰不到 我是怕在这里出什么事情才这样的 可红毛却认为赵成浩疯了 又是一顿揍 因为红毛认为如果有那样的家伙存在 是不可能不出名的 这时一道熟悉的身影出现了 成浩 这次也算你做的吧 这种程度的话就是正当防卫了 赵成浩虚弱的回应着 是啊 而红毛却不解他们在说什么 但他很快就明白了 突然红毛身后的一人被踹了一脚 重重的飞了出去 可成守护的脚还没落地 又横扫向另一个人 红毛反应过来 一拳轰出 眼看拳头要砸过来 成守护一脸从容不破 下一秒 刚刚伸直的脚瞬间弯曲 把红毛的手狠狠踩在墙上 一股腾感窒息心头 可还没来得及惨叫 红毛双眼一番 成守护拍了拍手对着赵成浩说道 都这样了 在这里也请多多关照 而红毛被人解决的功劳全落在赵成浩身上 成守护依旧是一个平凡的学生 但这样的生活难免无聊 能打发时间的地方只有网吧 可突然教室大门却打不开了 成守护不知道怎么回事 而外面所有的人 包括一切事物都定格了 看着窗外的场景 成守护心想 时间停了 怎么会发生这种事 突然教室之内竟出现了一个空间传送口 成守护不知道那是什么 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可想到妈妈总是说自己长得像爸爸 如果是爸爸的话 他在这时又该会怎么做呢 成守护取下书包 缓缓地进入传送口 而传送口的另一边是一条长长的走廊 看着眼前的一切 成守护充满了好奇 这时空间传送口消失了 退路被阻断了 除了往前走 是别无他法了 打起火把 成守护才看清了这里的场景 走廊的旁边挂满了各式各样的武器 突然成守护吓了一跳 在他眼前弹出了状态栏 显示着武器的各种属性 一切的感觉就像进入了游戏世界一样 成守护猜测是让他选择武器 而每个等级都有选择限制 提高等级的话可以变更高等级的结构 可这里的武器成守护是一个也看不上 直到在角落发现了一副全套 这让成守护觉得非常有意思 戴上手套整个人都有点兴奋 当成守护面临转职 他会和父亲一样选择暗影君王吗 就在刚刚 成守护进入了次元传送门 这里是一条长长的走廊 不知道他的镜头是通往哪里 只是走廊的旁边站着一排排的骑士铁人 突然铁人有了动静 举起长剑就要劈砍向成守护 成守护感觉背后发凉 及时转身抵挡住了攻击 突如其来的变故把成守护吓了一跳 可很快目光变得犀利 一拳打出开始反击 铁人被成守护的拳头不停轰炸 最后直接被打飞了出去 界面也显示着成守护的等级一提升 这时成守护意识到不妙 如果这些铁人会动的话 那他再来的路上可是有很多 果不其然 后路已经被铁人堵住了 不管是前进还是后退 成守护都必须击败这些铁人 就这样成守护和他老爸 当年一样开始了打怪升级 随着铁人不断地击倒 成守护的等级也不停地提升 可铁人还是源源不断地出现 但成守护是越战越勇 与铁人不停地厮杀 现在的他实力已经越来越强 一拳就能秒掉一个铁人 气质也越来越像他的老爸成潇雨了 很快成守护的等级便达到了19级 成守护也意识到自己变强了 就像游戏里一样 从刚开始有点吃力 到现在可以一下子打过去了 不过这些铁人的等级是比成守护高的 至于自己为什么能够打败这些铁人 成守护猜测可能是自己身上的这股力量 很快成守护便来到了走廊的尽头 没有想那么多 他将大门推开 里面的火把自动燃起 而这里是大家所熟悉的那个宫殿 还有熟悉的王座 而坐在上面的人正是耶格利特 只见耶格利特伸手拿起一旁的武器 随即一言不发地站起身 看样子当年打了老的 如今耶格利特还要打小的 成守护见状不敢大意 心想着 这个可能就是boss 自己必须要先下手为强 结果还没反应过来 耶格利特就来到了他的身前 成守护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随着耶格利特的一箭挥出 一股魔力席卷而出 当成守护再次睁开眼 猛然地坐起身 却发现自己再次回到了走廊上 根本不知道怎么回事 自己居然还活着 观察了下四周 这里是刚开始的地方 成守护思索着 自己还要继续吗 这时他发现 原本墙上的三个火把熄灭了一把 逆时到这绝对不是偶然 而现在自己等级提高了 成守护换了一副更高级的手套 这次他更加谨慎地前进 因为他不知道 当三个火把全部熄灭了 会发生什么事 但很快成守护再一次回到了原地 而墙上的火把仅剩下了一把 这让成守护相当苦恼 不知道该怎么办 因为那个黑骑士实在强大的夸张 成守护让自己冷静下来 因为这样下去绝对赢不了那家伙的 这时成守护发现墙上的武器 正是耶格利特所使用的长剑 等级高达60级 而且这还是艳品 成守护无法想象 自己与那家伙的等级差距到底有多大 只剩最后一次机会 这次成守护真的相当谨慎 化身为武器大师的他决定再去升级一下 而这里的铁人将会是他升级的经验 又见面了 你们都不嫌烦吗 成守护心中想着 这些家伙每次都复活 这样的话就会变成无限循环 对吧 心中有了想法的成守护 再一次冲杀了上去 现在的铁人根本不是他的一招之敌 只能化作为成守护的升级经验 随着铁人不断地被成守护击杀 成守护的等级开始不停地飙升 最后界面提示 玩家到达了要求等级 任务指南 转职任务到了 是否接受任务吗 现在开始转职任务 任务就是要击败这些魔法师与铁人的数量 来决定转职的职业 魔法师不断地召唤火球攻击 成守护见状瞬间躲开 一刻也不敢放松警惕 只见一群魔法师集体念着咒语 下一秒在上空出现了一个无比巨大的火球 产生的热量令成守护满头大汗 因为火球太过巨大 成守护只好利用手中的盾牌进行抵挡 可还不等给成守护喘气的机会 魔法师们再次施展召唤术 成守护看着眼前出现的物体 是一个身形无比庞大的傀儡 但成守护却丝毫不怕 反而叹了口气 然后把手中的盾牌扔了 因为已经不需要了 只见傀儡踩破地板就要行动 没想到的是成守护的速度极快 仅仅一瞬间 傀儡便成为了一堆废铁 这时成守护伸手拿着背上的巨剑 然后猛然甩了出去 远出了数个铁人瞬间被瓦解 而巨剑框当一声插入石柱之上 因为这个成守护也不需要了 这次成守护又拿出了弓箭 一股魔力覆盖在弓箭之上 羞的一声暴射了出去 又解决掉了一个铁人 突然成守护以极快的速度出现在铁人身后 动作很快 拔出腰间的匕首 一击就将眼前的铁人解决 紧跟着猛然抬起双手 匕首也被甩飞了出去 同样命中了两个铁人 因为成守护什么都不需要了 真男人只用拳头说话 随着所有敌人的负面 系统不断通知等级以提升 根据获得的升级点数 将有机会转职至顶级 分析玩家的行为赋予合理的职业 你的行为克服了所有难关 不畏惧任何考验 相信自己的力量前进 你的职业是格斗家 已经确定了职业 根据获得的升级点数 将有机会转职至顶级 检测到超出了预想的游戏时间 加分 剩余体力超过50% 加分 消灭了所有敌人 加分 升级点数合计超过所需极限值 从格斗家转职为灵魂冲锋 可承守护之道这种程度还不够 为了打倒那家伙 必须要比现在更强才行 于是承守护再次提升等级 佩戴上了守望者的项链 顶级魔法师的戒指 灼热的斗鬼之枪干特利特 一身顶级装备携带在身上 承守护再次来到了宫殿当中 而耶格利特正坐在王座之上等待许久了 只是这一次不同的是 承守护的等级达到了70级 等了很久吧 现在轮到往 这是承守护与耶格利特的第三次交手 只见耶格利特举起手中的剑 轻轻地挥下 就拥有一股恐怖的破坏力 可怕的气息扑面而来 承守护剑撞连忙往旁边躲开 紧跟着迅速出现在耶格利特身后 抬起拳头就要挥出 可却被耶格利特抵挡了 恐怖的魔力震碎了周围的一切 两人不停地交手 可怕的力量不断地碰撞 尽管现在承守护的速度很快 但耶格利特还是能够轻易地捕捉到 虽然双方谁也奈何不了谁 可也只能不停地交手了 承守护知道这种程度还不够 自己必须还要加快速度 这时耶格利特眸子犀利 猛然一刀挥砍 却被承守护迅速给抵挡了 可巨大的力量还是将承守护击飞了出去 整个人重重地砸在柱子上 但并没有对承守护造成有效伤害 看着耶格利特冲了过来 承守护手中魔力弥漫 下一秒两人的攻击碰撞到一起 感受着这一股强大的魔力 耶格利特心中感到欣慰 这就是小君王没到百分百的力量吗 心中是这样想着 可手中的剑却没有丝毫留情 而承守护是越战越勇 不过面对耶格利特 承守护在此之前明白了一件事 这个黑骑士比想象的要强大 与无限升级的普通士兵 从能力值开始就不一样 一点都不合规 这家伙不在规定范围内 而自己也是一样 也不知道游戏的规则是什么 承守护从一级开始就获得了额外的能力值 可以轻松击败高级别士兵 每次升级时所有的能力值都会提高一倍 原因是小君王这个称号 影子君王的能力继承 所有能力值增加40点 所以承守护的能力值不是70级 而是以110级为准 终于 耶格利特被承守护一拳打飞了出去 面对转职之后的承守护 耶格利特根本没有招架之力 只能一次次的被打飞出去 同时也收到了不小的伤势 但耶格利特心里却是极为高兴的 承守护拥有巨大的潜力 天生的魔力与才能 在连力量的使用方法都不清楚的情况下 竟然还能发展到这种程度 是的 小君主 我输了 随着承守护发出的最后一击 就连耶格利特的巨剑都被击碎了 而耶格利特当然也随着消失了 而击败了耶格利特 承守护因此连升好几集 艰难地赢下这场战斗的胜利 承守护自然很开心 可这时候传送口出现了 本以为是回到现实世界的出口 承守护便没有多想地踏了进去 却发现这里一片废墟 还有不远处燃烧的恶魔塔 这时承守护才发现 看守这里的三头恶犬 可当与承守护对视了一眼 三头恶犬就被这个眼神下的呆滞住了 对方一动不动 承守护以为只是一个长相凶恶的雕像 没有任何阻拦地来到了恶魔塔的大门 如果不打开进去的话 什么都开始不了 于是承守护只好进去 里面的场景还是和当年一样 整个城市被熊熊烈火笼罩 在火焰当中存在着很凶的恶魔 承守护跟父亲当年一样踏入了这里 只是眨眼间第一层的恶魔就被消灭殆尽了 这让承守护整得都有点不太相信自己了 可最后又打爆了十层 二十层 三十层 依旧如此轻松 就连楼层老大打了几拳就死了 承守护都感觉没意思了 或许是为了迎黑其实升级了太多次的缘故吧 恶魔塔内部不是很宽 但如果你勤快地跑的话 一个小时可以通关一层 更何况以承守护现在的速度 没用太多时间 承守护轻松地达到了一百层 爱希尔带着两个护卫在这等待许久了 还没等爱希尔说话 承守护就想打爆他 因为不想浪费时间 等一下 爱希尔被吓得坐在地上 君主也是辛苦地爬上去的 连兵都没有的小君主 没想到几次就爬得这么容易 上次你都没能走到这里呢 可承守护的记忆被封印了 并不知道爱希尔在说什么 反应过来的爱希尔表示没什么 我是恶魔排名第一的拉迪家族的长女爱希尔 欢迎来到最后的舞台 本来有恶魔王的舞台的 但是随着我们家族登上排名第一的位置 被废弃了 首先祝贺小君主的首次入城 宴会怎么样 我爸爸也盛大的准备了庆祝的场合 可承守护却指着一头的传送门 不是结束了吗 那又是什么 爱希尔开口解释 那是通往其他空间的大门 得到答案的承守护不想做多停留 至于爱希尔所说的宴会肯定是要喝酒 承守护还没有到喝酒的年龄 所以还是年纪大了再半吧 爱希尔无奈只好等待到下次了 可下一秒他就意识到什么 因为君主上次也说过要再见面 结果却一次都没有再来过这里 但承守护和父亲承萧宇相比就显得更温柔了 你说你是拉蒂尔家族的爱希尔吗 我会记住的 再见吧 爱希尔呆滞住了 然后开心的笑了 最后挥了挥手 好的 再见 看着眼前的传送口 承守护不知道是出口还是陷阱 可还是义无反顾的踏了进去 结果映入眼帘是无数双的眼睛 这里拥有成千上万的蚂蚁 承守护顿时傻眼了 可也只能把蚂蚁竞数消灭了 但面对数量庞大的一群 承守护不像父亲一样拥有影子士兵 对付起来难免有些吃力 可也多亏了这些蚂蚁 承守护的等级再次得到了提升 级别达到94级之后 承守护现在应对这些蚂蚁也习惯了 最后承守护看到了一道大门 于是走了进去 这里的空间相当宽敞 而宽大的房间里只有贝尔一个 看着贝尔一步一步缓慢地走向自己 承守护发现贝尔竟然在哭 也不知道为什么 随后搞笑的一幕发生了 贝尔一边哭一边对承守护发动攻击 承守护在既被封印的情况下 只好跟贝尔大打出手 但面对最喜欢的小君主 贝尔明显放手了 贝尔到底有多喜欢小君主啊 我感觉甚至超过了承潇雨 对于承守护 贝尔始终是下不了手 力爪总是停留在承守护的脑门前 即使一次次被承守护击飞出去 即使这些攻击对他来说不痛不痒 可他还是不断地攻击承守护 却总在要击中承守护的时候停下了手 最后被承守护一拳击中 贝尔故作痛苦地惨叫了一声 假装已经身受重伤的样子 真是大意了 然后演技浮夸地倒在地上 见此承守护彻底傻眼了 可心中还是感到万幸 长翅膀的蚂蚁真的很可怕 但奇怪的是 也不好好攻击 一直犹豫 漏洞百出 承守护在心中想着 传送门再次出现 现在承守护的等级已达到了99级 已经没有再提高的可能 可当他进入传送门的另一头 却不是回到现实世界 而是踏入了安息之地 面对数以万计的魔兽 他再次厮杀了起来 尽管不停地击杀魔兽 等级始终保持在99级 可他现在的实力 对付这些魔兽绰绰有余了 魔兽不断地被承守护消灭 但还是有魔兽源源不断地出现 突然一只巨龙从天而降 承守护反应及时地躲开了 这时才发现 数十只巨龙在空中盘旋 这是要跟承守护打空战 可承守护只是抬起手 巨龙背上的魔兽就被轻易解决 紧接着他利用惊人的弹跳力 在空中来回弹跳 魔兽随即被消灭 就在这时 曾经试图入侵地球的巨人族出现了 在巨人头上的是影子形态的巨人族手里 只听他喃喃道 在安息之地加入兵团已经30年了 只有元帅级才能参加的这个游戏 我也被允许以这个样子参加 意味着作为优秀的战士 受到了君主的宠爱 就算是小君王也能承受我的战斗力 可还没听清楚他在说什么 承守护就给他来上了一拳 没有任何停顿 一瞬间所有的巨人族被尽数消灭 这时出现一个魔杖 从中散发出一股魔力 一股无形的力量快速吸向成守护 顿时成守护感受到身体无比沉重 整个人似乎要被这股压力压倒下去 这时成守护才发现上空出现了一道身影 是那个家伙吗 这样看来黑骑士 黑蚂蚁都有晃动的影子的形态 也就是说影子形态的都是报废意思吗 只要把那家伙除掉的话就可以了吧 就在成守护这样想着 突然出现了三只影子形态的巨龙 看着巨龙口中散发恐怖的魔力 成守护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我的推测错了吗 影子形态的怪物还有三个 不等成守护多想 巨龙的吐息朝着他喷射而来 突然巨龙的吐息被一道身影打断了 而那道身影正是毫发无伤的成守护 此刻的成守护是越战越勇 不停地挥动拳头 与三只巨龙冲杀在一起 不过成守护还是选择先出力最烦人的獠牙 还不等有所行动 成守护一愣 因为獠牙在空中召唤出了一个巨大的火球 而且火球还在不停地膨胀 随着獠牙手中的魔杖挥下 火球瞬间爆射出去 不过这一击却打偏了 不幸的是 大山出现了一个巨大的缺口 可还没完 大山下一秒炸裂了 看到这个威力 成守护人都傻了 獠牙却憨憨地说道 果然有了魔杖爆炸也变帅了 成守护的体力已经不行了 于是他试图的控制力量 用极小的力量打出最大的效果 只见他拳头密密麻麻的挥动 面对成守护的这一招 在空中盘旋的幽影飞龙 被这一招进出消灭 而且这股力量直接穿透巨龙 身躯直袭向了獠牙 獠牙见状抬起手 召唤出了巨大盾牌 抵挡住了这股力量 就在这时 成守护的身影如鬼魅一般出现在獠牙身后 拳头上弥漫着强大的魔力 獠牙躲闪不及 被这一拳击中 影子军团里最强大的魔法师就此败下阵 消灭了所有的敌人 成守护全身魔力环绕 虽然他的能力值没有上升 但经过多次的战斗 他现在已经能熟练的运用力量了 就在这时 上空又出现了一道身影 正是影子军团的第一军长伯利昂 面对伯利昂 成守护能感受到这个敌人很强大 这时成守护开口说话了 你也会说话吧 在打之前 我想问问你到现在为止 我打的占全部兵力的百分之几 伯利昂淡淡的回答 即使排除魔兽 召集在这里的也只有 全体的三千分之一左右 文言成守护深吸了口气 打了那么多才那么点了 随即握紧拳头 摆好战斗架势 好啊 那么开打吧 伯利昂没有着急 缓缓拔出腰上的剑 你成长得很好 小君主 下一秒 伯利昂身影开始消失 瞬间就来到了成守护的跟前 成守护反应及时躲开了这一击 然后一边反击一边说道 你们一直在说小君主 小君主到底是什么 那和我被带到这个世界有关系吗 还有 君主就是君主 小君主是什么 说到这 成守护明显有点恼怒 就在这时 伯利昂闪身出现在成守护身后 成守护猝不及防挨上了一击 可还没结束 伯利昂的剑顺势砍在地上 然后就像蛇一般窜了出来 成守护剑撞连忙迅速闪躲 躲闪不及就利用拳头抵挡 最后变成鞭子的剑被他一把抓住 借着鞭子往回缩的力量 成守护瞬间来到伯利昂跟前 随即就是一拳挥出 伯利昂连忙抵挡 成守护成胜追击 反手又是一脚 结果还是被伯利昂利用双手抵挡住了 成守护抓住破绽 既然用双臂防守的话 肚子不是会空吗 这一击成守护毫不吝啬地用尽全力 毫无疑问 伯利昂被这一击狠狠地打飞了出去 可这种程度还不至于让伯利昂倒下 如果继续打下去的话 成守护知道自己会熬不住的 于是苦恼地说道 你不是这里的主人吧 说完抬起头看向天空 这里的主人是上面的那一位吧 只见在空中出现一只幽影飞龙 而且能够明显看到飞龙背上有一道身影 下一秒那道身影消失了 出现在另一个地方 只见那道身影用眼神藐视一切 此时看见上空出现的身影 成守护一言不发地冲了上去 拳头与刀刃碰撞产生了巨大的气浪 周围的石块瞬间粉碎 可你爹始终是你爹 成守护力量不及被打退了出去 而且脸上还出现了一道伤口 但很快又冲杀了上去 拳头与刀刃再一次碰撞 成守护深刻地体会到对方很强 速度很快 而且不只是单纯的强大 对方每一个攻击都很精巧 所有的进攻都包含着技术 成守护无法想象对方到底有多牡力 要越过多少线 才能拥有这样的实力 毫无疑问 成守护再一次被击飞了出去 可他却丝毫没有害怕 又一次冲了上去 因为他觉得对方拥有压倒性的力量 并不代表自己毫无胜算 结果却连成潇雨的衣角都碰不到 反而自己身上多了许多伤口 而且在这一击下 成守护99级的拳套碎裂了 感受到对方的恐怖 他的手臂不停地颤抖 但却没有一丝胆怯 又挥动左手 这次成潇雨不躲不闪抗下了这一击 然后伸手摸着儿子的脑瓜 游戏玩得开心吗 挺厉害啊 听见这个声音 成守护呆自住了 因为这个声音正是他的老爸成潇雨 还不等成守护反应过来 他就被老爸一把推进了传送门 回去吧 你还差得远吗 下一秒成守护猛地睁开眼 发现自己身处在教室之中 以为刚刚那只是个梦 而且梦里的最终 不知道还是爸爸 让他羞愧不已 这次有一个女孩打开教室大门 什么呀 还有人呢 不回家吗 我要锁教室门了 成守护连忙站起身 我马上就走 而成潇雨和影子士兵正在教学楼顶上 只听成潇雨说道 被放置在安息之第一侧的设计者留下来的残渣 以这种方式使用还不错 一旁的耶格利特表示 君王 现在可以给小君主一点力量了吧 之前也做过几次测试 但小君主还是第一次到达君王那里 我觉得足够合格了 成潇雨缓缓地回答 如果只靠我的力量想和龙帝交手我们能赢吗 无论拥有多么强大的力量 在胜利得不到保障的情况下 都要能够逃脱 对强大的敌人毫无计量地胡乱扑过去 愚蠢的蛮有 现在还早 总有一天他会知道的 根据情况使用力量的方法 而一旁的贝尔拿着小时候城守护给他画的画像 很快又忍不住稀里啪啦地哭了起来 因为他实在太喜欢小君主了 而另一边 刘正浩事业也达到了巅峰 公司推出的游戏风靡全球 可今天最让他高兴的是 他老婆怀孕六周了 员工纷纷表示祝贺 因此他想将新作游戏命名为美丽世界 员工们立马表示让他慎重考虑 这次游戏关系到公司的命运 看到员工们的态度 刘正浩心想 我取名有那么一般吗 所有人相比上一世 每天过得很踏实 但新的入侵者要出现了 只见在天空之上 竟然出现了传送口 而且传送口比以往的还要巨大 本以为我独自升级第二季会一直更新下去 但万万没想到在剧情最精彩的时候 它却突然完结 那最后一话到底又填了哪些坑呢 在上一个时间线地球出现巨大传送口之时 谁也不知道里面会出现什么 因此人们非常恐慌 从而祈祷大门永远不要打开 但就在此时有一些强大的人 拿着武器纷纷冲了进去 人们把这些人称作猎人 当然和猎人一起出现的还有猎人协会 此时在协会中 有人在电话里指着职员的鼻子大骂 为什么要将一些普通人送进传送口的大门 难道你们不知道那些动不动就晕倒的人 在里面什么也干不了吗 面对责问 职员只能唯唯诺诺的回答是审核部门出现了失误 原来在怪物和猎人出现之后 所有学生的职业目标都是猎人协会职员 或者是猎人大工会职员 因为他们不管在哪里都只是服务猎人或者处理杂物 要么帮猎人购买物资 要么帮猎人接送孩子 更有甚者还要帮忙相亲约会 但就在这个职员 今天整理猎人资料的时候 他发现了一个特殊的存在 那就是一级猎人程潇雨 一个频繁受伤并且还活着的男人 正当他还在疑惑程潇雨为什么还继续做猎人之时 他才发现程潇雨有一个在重症监护士昏迷不醒的母亲 和一个正在上高中的妹妹 看着仅仅只有23岁的程潇雨 职员赶忙找到科长询问是否劝一下他 让程潇雨放弃猎人这种职业 但科长却反问职员为什么愿意到这里工作 男人不假思索地表示 自己只是希望能对猎人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帮助 此时科长却微笑着送给他两份资料 那是一级猎人程潇雨和毕级奶妈李小溪的简历 他们不也是这么想的吗 而且他们能将恐惧转化为勇气 那其实就是弱者的力量 而现在地球的上空又出现了巨大的传送口 但作为君王接班人的程守护正在跟女朋友相互猜拳 输的一方要帮另一方拎输包 可就在此时程守护却突然看向了远处的天空 女朋友询问发现了什么呢 程守护却淡淡地回答 什么也没有发现 原来在繁华的城市上空 有一条黑色的飞龙在天空翱翔 而飞龙的背上有两个人影正在轻力地站在一起 车会一温柔地表示 我爸呀好久没有看到这个场景了 而程潇雨却拿出一条钻石项链表示 这是我们结婚16周年的纪念礼物 随后他将项链轻轻地帮车会一戴上 紧接着两人拥抱亲吻许久都没有分开 两个小时后 程潇雨让车会一先回家 自己处理完手中的事情也会尽快回去 但就在这时 程潇雨想到了成守护在设计者的游戏中 面对最终抱的大门 每一次死亡都会加剧他对大门的恐惧 但他还是鼓起勇气坚定地再次站了起来 因为在他的脑海中 一直有一个声音在不断地呐喊 站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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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面对死亡 面对恐惧 面对可能丢掉性命的大门 他们 他们都想要去挑战 去战盗 而送走妻子的程潇雨转身看向了天空 那个巨大的蓝色漩涡传送口 在自己拥有强大力量的之后 会吸引到其他世界可怕的存在 而他们会接连不断地前来挑战 看着即将打开的天空之门 程潇雨召唤了自己的影子士兵 有魔法师尖牙 骑士耶格利特 蚂蚁王贝尔 军团长伯利昂等等 此时程潇雨淡淡开口 站起来 我独自升级虽然结束得比较突然 可回头想想这样的结局又在意料之中 至少我们的军王有了一个完美的结局 也给我们的青春画下了完美的句号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小伙伴们 欢迎订阅我们 这一哥讲故事 按赞 分享 打开小铃铛 想看什么电影 或者动漫的解说 欢迎评论留言 感谢收看 我们下期视频见